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给大家讲四季歌 只弹独奏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我们既有和弦又有X 还有数字 对吧 而且是我们在一个小节之内 既有右手的X的指法 又有数字的 那么像这种我们应该怎样去弹呢 那么像这种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按住左手的和弦 一定要把和弦按住 把和弦按住 按住之后 我们再看右手的指法 X我们说过按住和弦之后 它X标的哪个地方 我们就弹哪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个地方第一个小节 我们标的是什么 第一个小节第一拍标的是 第一弦和第五弦一起弹 对吧 然后第三弦 然后第一弦 好 然后第二拍的那个三 第二拍的那个三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拿空余的手指出来 来把这个三给弹了 空余的手指 懂意思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只有小拇指 有空 那么我们就用小拇指 来按第三平的第二弦 看到没有 那么连起来就是 看到没有 这就是第一拍和第二拍的 弹出来的效果 然后第三拍和第四拍 继续 好 那么第三拍的前半拍 这里也是一个X 那么这个X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第一平的第二弦 就是我们AM和弦 按住的这个十指这个地方 连起来 然后三 X 然后零 零的话 我们直接把手放了就行了 那么第一个小节连起来就是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 给大家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这个地方 有X即有数字 又有和弦的这种 我们一定要把左手按住 和弦 和弦按住之后 我们在右手弹下面的 那个X的指法 然后数字 我们用空余的手指 把这个数字给它弹出来 就行了 一定要在按住 这个和弦的基础之上 用空余的手指 来弹这个数字 OK 那么我这里 把这首歌 全部来通弹一遍 通弹一遍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这个曲子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那么同样的 第二个小节 它上面没有和弦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AM和弦 然后下面的指法 下面找全是X 按住M和弦 弹下面的指法 然后第三弦 第五弦一起弹 第五弦一起弹 然后四弦 三弦 四弦 三弦 四弦 五弦 四弦 连起来就是 对吧 好了 我们再把第一个小节和第二个小节连起来 来试一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 这两个手在弹第一个小节的时候 这两个手指并拢 按好之后 我们是无名指 我们是小指和食指在这样动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些朋友 就是因为手指伤不开的原因 所以说 这样动起来很困难 那么没关系 我们把变调加 加在第二瓶这个地方了 那么这后面 就要窄很多了 那么动起来也方便了 一样的 来听一下 对不对 是一样的 然后继续 好 那么继续第三个小节 第三个小节是DM格弦 那么按住DM格弦之后 我们就弹第一弦 第四弦一起弹 然后 然后这里是什么 空弦 然后把食指放了 好 然后二弦 弹二弦 然后是一平的第二弦 那么一平二弦的话 我们这里要用食指来这样子 然后后面第三个小节 第四拍 第三个小节第四拍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X对吧 那么就 然后X这个地方 这个X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按住的什么 第二瓶的 第三瓶的第二弦 和第一瓶的第一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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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 那么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不直接写成数字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数字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要给大家 讲解一下这种看法 怎么去看 因为我们有一些曲子 它其实就是以和弦为主 比如像这种 这种曲子 它就是以和弦为主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把它 全部的指法写出来 我们只需要按住和弦 稍微变动几个指法 那么就是一首读着曲了 所以说它没有把全部的数字写出来 那么这样看起来要方便一点 对吧 全部的数字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你还要一个一个去按 按好了之后 你还要看一下这是指法怎么编配的 怎么去换的 对吧 那么这个就没有必要 直接按住和弦 然后左手动几个手指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第三个小节 第三个小节 第四个小节 那么这里是一和弦 等一下 音不准了 把音调一下 这第六弦跑一了 OK 那么这个一和弦 看一下 按住一和弦 那么一弦六弦 继续弹右手指法 好 然后继续 第五个小节 DM和弦 那么继续 看一下 子确当十指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然后是 对吧 然后这两个手不动 不动的原因就是我们说过 一定要让 尽量的让弦持续发声 如果把它放了之后 就会成这种效果 就有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弹的是第三弦的第一屏 第一屏第三弦这个地方 不能放 手指不能放 最后一个和弦 AM和弦 那么这就是这个简单的曲子 这个曲子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把变代价加在第二屏 弹一下 接下来这种效果 慢一点 好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东西 就是AM和弦 换DM和弦 就是在弹的过程中 怎么去换它 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我们右手先弹了一个 左手就先按了一个 那么这是和弦转换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 AM和弦 我们是 比如说第二个小节和第三个小节 怎么去换 看一下 第二个小节弹完之后 看到没有 我们先按十指 先按十指 我之前不是说过 和弦应该是从上面按到下面吗 那么应该说是先按中指 然后无名指 最后按十指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 我要先按十指 那么这个地方按 我们以右手为基准 这个地方我们是先弹的第一弦 所以说我们要先按十指 不然的话你就换不过来 你看一下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弹第三弦了 中指就可以按了 对吧 然后 是吧 然后是吗 这样来的 是不是 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说 把那个和弦 你看一下 按好了之后 你再去弹 你看一下 中间是不是 断了 中间是不是断了 所以说我们 为什么要练习和弦的转换 为的就是 我们在和弦和弦之间 换的过程当中 是不能够有间隙 不能够断的 所以说就起了这个作用 好 那么 当然就是说 我们最终达到的目的 还是就是说 能够一下子把这个和弦按过来 就像这样 像这样 一下子按过来了 我们要达到这种的话 那么需要把练习 时间练习 刚开始的时候没关系 我们就一个一个按 这样子一个一个按 对吧 一个一个来按 先按十字 右手先弹了一个 左手一定要先按了一个 好 那么这是这几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了吗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个地方